怀着美国梦 祖籍福建的孙文青 1990年来到美国纽约 独独藏藏的生活16年 在2006年因为非法身份暴露 而被逮捕被送到了新泽西北部的 伊丽莎白移民局居留所 一份躺在居留所图书馆的慈激文宣 吸引了他的注意 慈激人不只提供经书 也固定每个月一次进入居留所 陪伴非法移民 孙文青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度过了他的生命幽谷 在确定能够待在美国不被遣返后 他把志工当成在美国的亲人 把慈激当作家 一到美国就准备去办身份了 我当时是旅游签证进来的 按照我们福建的习惯旅游签证进去 不想出来就是偷渡 因为我是司机嘛 我是大卡车司机 所以说哪家搬人家送体货送货 到里面就把哪家货柜一个货柜拉出来 拉出来它里面是装着磁装 过安全门时会叫会响 所以被那客户服务 就是说海关被他丢下来 在查这货柜的同时 必须拿我的体货能量 身份又压在那边 所以他压到我的驾照 驾照压到那边的时候 他就查到驾照里面 看到我的身份也可以的 所以你在剧组所里面 在这个等待的这个 等待的钱房的时候 对 事前返也可能 也可能换出来 您自己的心理感受在 我如果知道黑的 我也不会跑到海关 对制作树上的 很多人在里面 很多人都讲书 看看看我就觉得 我对照那样书的里面说 然后就看到我们此机 我们师父 他学到这个 既然有这么多的经书 是愿意到这么多的经书 就说得我 我们换到我们的白话 就叫做活学活用 马上就学院到这个年间去 最深刻印象一个 就是我在居留所里面 我说哪听这怎么说 说很突然 就是有点测试吧 就是究竟此机 能复误到什么样程度 我又写一份信出来 要求我们 能不能帮我带一本薪金 真的也有能帮我 帮人这样做到 说很多白话 就是头识问路 我看看究竟此机 好在什么样程度 那师父里面 正阳师父里面 说了很多 有好说 究竟要下面做了 是不是这样做了 当时您其实在 跟他们互动这 十三个院里面 你是已就有一个院 如果我将来能够出去 我如果再来去 我也跑到里去看看 此机里面 也去做这样的会员 那时候您刚从居留所出来 您身上有钱吗 刚刚出来的时候 确实是没有钱的 那那次机去做会员 看看我能够 做什么样程度 然后我们 我出来后 不是也 我这种 我还有两只手 还有可以去工作吧 去做了 可以赚钱以后 应该是每年 加上三百块钱 可以交的 既然做此机 我们就是用心意做 而不是用嘴巴做 用心意做 然后你就会去学很多事情 我该做了很多事情 很多事情可以做 但是也做不完 就怎么说 看到事情就可以做了 能够学到就可以做了 学到多少做多少 在小小的过程中 我选择了此机 是这样子的 也就是说 这么 往来到美国 十几年之间 我也不知道 什么叫此机 短短短生之间 我就接着此机语 也应该说 也要感谢他被我抓进去 没有 那我没有抓进去 我也没有 没有什么此机 也不知道 什么叫此机 但是去哪里 美国 没有办法能拉我 我就回去 也好到那里 就不一样了 回去以后 我如果穿着制服 到哪里 我都可以做此机 此机 此机 我们的 我们的 师父里面 普度一切众生 一切众生 哪里都有众生 所以说我们到处都可以生根开花 结果 到处都开满了此机花 这是很高兴的 师父也会高兴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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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